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12月10日 台积电公布了11月的营收状况 较10月增加了10.2% 创历年同期新高 也是史上单月第三高营收 累计2021年前11个营收 同创史上同期新高纪录 不过 10月11月合并营收 占第四季度整体预期达成率的65% 似乎稍稍落后 从过去几年的经验看来 台积电10月加上11月 占第四季营收的比重持续下降 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为了优化生产流程所致 同时 净利增速也在放缓 利润方面的原因嘛 大家都知道 不过 之后考量涨价带来的毛利率扩张势力多 台积电2022年净利年增率 预估将达到25% 还是高出之前的预期的 所以后续并不担心 台积电的智能手机业务 占其2021年第三季度收入的44% 苹果是第一大客户 其他一些大厂由于不满台积电 对于苹果特殊价格的待遇 俱传 台积电对于高通 AMD价格上涨20% 对苹果只有5% 高通 AMD非常不满 部分开始转投三星芯片外包 以降低对台积电的依赖 具体来看 AMD最近几年的CPU及GPU芯片代工 都交给了台积电 已经是后者最大的7nm客户 明年就要上台积电5nm了 AMD将转单三星4nm工艺 未来的3nmGPU工艺 也可能转单三星 个人认为 三星虽然价格可能便宜一些 但产能和良率 还是台积电更稳妥一些 三星还是适合做备胎 之前高通转单 但对三星的4nm制造良率感到失望 为确保供货 只能重新交台积电生产 不过对于台积电而言 自己的4nm订单已经排不过来了 所以要么加价 要么直接拒绝 多年位居老二的三星 一直在寻找赶超的机会 三星最近动作频频 三星在代工过程中 充分整合存储优势 这点已经被台积电所重视 为了对抗三星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诚 美光技术朝三星 释放深度合作的信号 在7nm 5nm制层工艺上 三星较台积电慢了一步 想要挑战台积电 三星就必须抓住 3nm小换代的机会 与5nm工艺相比 三nm工艺可以将晶体管 密度提高70% 提高15%的性能 降低30%的功耗 虽然台积电 在芯片三nm制层工艺上的 布局时间较早 2016年就已经开始计划建设 相关晶圆制造工厂 但三星发力更猛 并且凭借新的技术 欲实现弯道超车 当前台积电与三星的三nm争夺战已然打响 台积电已进入市场阶段 预计2022年下半年可正式量产 三星在今年的6月份就已经正式宣布 三nm制层工艺技术已经成功流偏 预计2022年初即可成功量产 不过请大家注意 恰恰是这个因素 对当前的股价造成了风险 目前至少有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 已经证明三nm在2021年11月 开始风险生产 这比五nm晚了两年零八个月 表明与通常的节奏相比 延迟了八个月 之前台积电表明 三nm只延迟了三个月 这表明台积电遇到了进一步的延迟 这可能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股价 因为每次这种消息都利空股票 具体如何要看机构的报告 如何定性 但无论如何 只是短期股价影响的因素 最新消息是 台积电正加快三nm量产的脚步 有望提前移计 至明年第二季量产 中期来看 目前台积电三nm工艺的主要生产基地 是旗下的晶圆18厂 也是五nm工艺的主要生产基地 虽然七nm工艺 目前仍是台积电的第一大营收来源 但随着五nm工艺产能的提升 价值更多的厂商转向五nm工艺 五nm未来也将取代七nm工艺 在一定的时期 成为台积电的第一大营收来源 而技术更先进的三nm工艺 也将有大量的订单 这对后续利润的提高 有一定的作用 上面是目前台积电面临的竞争格局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短期三个催化计 第一个 公司将于16日除锡 每股配发2.75元的现金股力 共计释出713亿元的资金活水 这里我们一直说 看台积电一定要结合台股的总体走势来看 目前台股也是财报空窗期 也非传统除全锡忘记 因此台积电本次的继配锡 看称年底压轴重头戏 市场向来对台积电除全锡行情寄予厚望 台积电改采季配锡以来 也从来没有令市场失望过 第二点 台积电先前调涨金元代工报价 部分将在12月开始生效 12月的表现将更亮眼 且更具弹性 营收将有保障 且利润或许带来惊喜 同时 台积电达成第四季营收财测 几乎是板上钉钉 如果金元代工再次涨价是真的 那么对于下个季度的利润贡献更多 第三点 虽然英特尔和台积电在打嘴炮 但双方的合作也没少 本周 基辛格将在下周 败会台积电高管 重点是在一个GPU和三个数据中心 CPU项目上合作 此次英特尔败会台积电高层 就是确保3nm工艺的分配 避免被苹果产能挤占 用英特尔的话来说 就是取得平衡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基辛格也将访问马来西亚 这是他接任英特尔CEO以后 首次访问亚洲 可见 竞争是为了更好的合作 是经常的戏码 对于双方都有利 如果台积电和英特尔和解 有助于避免在美国继续被打压 上面说的三点都是台积电短期的催化剂 但对于整个半导体行业来说 大家都在盯着美国高达520亿美元的半导体补贴 这里我们来看英特尔 英特尔CEO基辛格近来呛声台积电 说台积电的坏话引发了业界极大的关注 不光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回应 连90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都出来讲话 并预言英特尔CEO5年内难以重返盛况 不相信60岁的英特尔CEO基辛格能够带领英特尔复兴 因为英特尔的规矩是65岁就退休 对此基辛格表示 只要健康允许 他还会在CEO的位置上再干上几年 留任6年到8年 带领英特尔复兴 其实事情的源头 还是美国高达520亿美元的半导体补贴 为了在美国本土建立强大的半导体体系 今年春天 拜登就高调发声 只要你们回来美国建厂 就可以分到520亿美元的补贴 所谓的CHIPS法案 该法案全称为 半导体生产创造有益激励措施 当时给出的信息是 给所有在美国的符合条件的半导体企业 但只是眼看2021年的进度条 已经快结束了 拜登的这份承诺 却迟迟没有兑现 一些企业着急了 害怕上当被骗 投资巨大 然后补贴不对线 台积电已经掏出了百亿千亿美元 三星也紧随其后 目前 拜登政府还在争论 谁有资格获得激励措施 英特尔CEO基辛格多次建议 美国纳税人的钱应该只补贴国内公司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正能游说美国国会 应该按照之前大家普遍理解的说法 将在美的非美企业纳入芯片补贴范围 对比一下 日本政府给台积电 在日本的新工厂援助补贴资金高达50% 台积电目前就可能在德国建厂一事 与德国政府初步接触 补贴也不会想 这里补充一下 这个基辛格其实不仅厉害 还是个挺励志的人物 只有高中学历 考入的是林肯技术学院 也就是职业高中 在林肯技术学院的两年里 他打了两份工 18岁去英特尔的时候 是一名底层技工 32岁成为英特尔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兼首任技术长 并驱动了英特尔一些关键行业技术 之后离开了英特尔 今年一月底 离开英特尔十年的基辛格 回到了他35年前工作的地方 TT上任才一年的前CEO Bob Swan 成为英特尔第八任CEO 英特尔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短期业绩无法得到提升 基辛格表示 公司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扭转局面 带领英特尔重回巅峰 不过五年计划对于半导体行业时间太长了 不过近期有几个有利的因素 第一个 艾斯摩尔正在研发新的EUV 每台售价3亿美元 称为High NA 据说目标是可用于制造低于3纳米的芯片 英特尔大概会是第一个接受的用户 第二个 英特尔公布 突破摩尔定律的三种新技术 主要是升级晶片效能 提出3D堆叠电晶体的新技术 能把更多电晶体挤到单一晶片内 提高30%至50% 这个具体就不说了 但这些技术的目标是在2025年之后 其他方面 英特尔目前最大的新闻是 旗下自动驾驶汽车公司Mobileye将独立上市 但是股价还是冲高回落了 一个是时间不确定 大概是2022年中才会IPO 另一个是许多人对其前景并不是特别看好 Mobileye成立于1999年 本来是一家以色列公司 曾在2014年登陆纽交所 并创下当时的以色列企业募资记录 2017年 英特尔以大约153亿美元的价格将其私有化 目前认为 如果IPO重新上市 那么估值获达500亿美元以上 其实是比较大的利好 但与4年前上市相比 公司面临更多的竞争对手 特斯拉 谷歌 百度 英伟达之外 通用 福特 大众等传统车企也在自己部署 全球范围内 Mobileye已经获得了全球30多家汽车制造商的合同 一个不利的因素是 相对于前些年的使头 车企更愿意用软件作为自身的护城河 而芯片由于难度较高 依然需要采购 但Mobileye选用的软硬件打包的方式 也让很多车企产生忌惮 其关键客户不断在远离 从特斯拉到理想 从宝马到未来 收尾强势点的客户 都不愿意把自身的技术 完全寄托在Mobileye的身上 这次IPO上市后 英特尔仍将是Mobileye的大股东 个人认为 英特尔将其独立上市 似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至少对于英特尔股东而言 对于提升公司的估值 整体有利 同时 目前芯片行业 都在紧盯着上面提到的 520亿美元的大肥肉 分多分少 是不是符合预期 英特尔能不能如愿以偿拿到大头 或者说台积电可以封得一杯羹 还是最终空手而归 这些都是焦点 个人认为 台积电和三星 最终都可以分得一杯羹 但叫得最欢的英特尔也会是赢家 短期可以视为 整个芯片板块的催化剂 原本今年7月10日 唤清了90大售的张忠谋 因疫情影响不便宴请宾客 延期至11月29日 在台北军品酒店举办 习开20桌 张忠谋对英特尔基辛格 说台积电的坏话 不像董事长刘德英那样的云淡风轻 张忠谋最近发表了三点看法 第一个 赴美设厂成本高 后续更不看好 但处于种种原因 只能硬着头皮去 但该拿的补贴还是要拿 第二个 自由贸易是解决芯片荒的解放 但现在自由贸易却多了一些条件 供应链数据的交出 能够让包括英特尔在内的美国半导体厂商 在同业竞争中具有优势 台积电底牌被人看光光 英特尔要重回霸主地位 对任何竞争对手 绝不会轻易放过他 第三 对于基辛格有关的 台湾地缘政治不稳定之说 张忠谋回应说 加州也不一定安全 只要发生地震也会很惨 更不用说 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更是浩劫 长城飞弹都打得到 一样完蛋 个人认为 有些话是说了有点过了 美国不傻 中国也不傻 事情不会演变到这种地步的 其实台积电也不容易 董事长刘德英不方便发声 只能让老长官张忠谋代言 毕竟资历和年龄都在那里了 基辛格虽然是大佬 在90多岁的张忠谋面前 还只是晚辈 早年也曾拜访过张忠谋 张忠谋对齐颇为欣赏 这里 经常有观众问这类黑天鹅的问题 问万一发生大战了 股市怎么办 其实 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 钱都是废纸了 谁还关心股市啊 大家不要起人游天 该吃吃 该喝喝 把心放肚子里好了 如果天天想这些问题 证明你并不适合炒股 赶紧想乐去吧 我们回到台积电 股票在整个2021年仍处于盘整阶段 与AMD和NVIDIA相比 台积电的估值虽然不便宜 略高于其三年的平均值 但似乎仍然相当合理 台积电目前仍被投资者 视为芯片股的领导者 股市千变万化 台积电面临的政策风险同样比较高 如果你没有芯片股 限于台积电的估值与同行相比 相对有吸引力可以适当考虑 或者更加稳妥 可以考虑芯片ETF 如果你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芯片股票投资组合 就没有必要继续追加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已经超时了 原来还想说说半导体周期的整体看法 下次吧 反正不着急 还是那句话 我们给出观点是基于各种消息面和数据的分析 底层逻辑就在这里了 具体就要看市场的博弈和大盘整体了 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但有观点总比没有观点强 目前股价在高位 仅供大家参考 看完点赞和分享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